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的程式是写在这里 这两行 可是呢 范例档里面是写在这上面 写在这上面 那你会发现 为什么你写在这上面 跟写在 写在外面 跟写在里面 却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之间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你写在外面的话 它 就产生错误 你只要加上什么呢 加上Static 有没有 Static 诶 就正常了 有没有发现 那这边的话一样 底下我也是加上Static 有没有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bug 有没有这地方 那主要的原因 实际上 你们也不需要说太专业 因为很多人对Static 还是不了解 那就我的了解 你只要记得就是 有点像 在VB里面写程式 叫做public 就global global global的意思就是 就是 叫做什么 global应该叫做 共用区 我们叫共用区 也就是说 如果你加上Static 的话呢 它就会把 这个物件 或者这个变数 放在一个共用区里面 那这个共用区 变成说 我加Static 就可以共用 但是我没有加Static 就是我自己私有的 你们都不能用 我有自己独特的一个 记忆的空间 不能够被共用 那也就是说 我写在 那为什么我写在里面 就不用 不需要 加Static呢 因为我写在里面 本来就是我们 这个空间 头尾 这个之间 我们都一定可以共用的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区域 区域里面的东西嘛 所以区域里面的变数 跟区域里面的那个 物件呢 其实都可以共同 那如果你写在外面 当然就要加上Static 这个观念 应该要有 所以范例的这个 下一个范例 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不需要加上那个Static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 自己把它试试看 那再来 我们要继续跳到那个 下一个 就是在第 在那个 十七之六页 十七之下面这个地方 十七之六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进入一个叫 extend 就是说呢 继承的观念 继承的话 也就是说我今天 我可不可以直接继承 frame的这个 这个class呢 当然可以 所以呢 我要怎么去用继承的方式 继承呢 我们下一个范例呢 来看一下 这里假设说我今天 我这个class 我要去继承什么呢 我要去继承这个frame 这个frame 就是我们刚刚的类似表单 这个表单的范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用它的话 我可以加一个 叫extend extend 这个用法就是 我可以 它就当成是怎么样呢 负 那我就是子 负 好 那也就是我今天呢 父亲的所有东西 通通通都可以给儿子用 直接就继承过来了 那继承之后的话 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去什么 像刚刚我们还要再做什么呢 我还要再去new一个什么 新的frame 这时候不用了 因为呢 爸爸的东西呢 就自然而然被儿子给继承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直接到这个man里面之后的话 就直接怎么样呢 直接就在这边只要宣告什么呢 我们一样是这个class 然后呢 宣告什么呢 这个f rm 等于一个new 新 就是重新再产生一个new 一个新的我们自己 就是实作 它本来是虚的 我们把它变成实的 变成实的之后的话呢 因为它继承了frame 所以它会有所有frame的特性 包含什么呢 label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就加上什么label 因为它其实它就等于是它啦 那在里面当然 我们本来在frame里面再加一个label 那现在直接就在这边可以加 另外因为它已经被宣告成一个frm 所以在底下我们当然可以 再加上什么呢 settitle 那我记得这个地方 settitle 似乎可以把它写在这边 那这一行的话呢 如果假设我不要的话 那这里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原本是直接从这边new 就可以加进到 就是直接可以加这个label 但是呢 在这里 因为它有些特性 父亲跟这个儿子 实际上有些部分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呢 它的title 就是说 我们之前是直接可以在这边加上这个字串 就可以等同是title 可是在这边这个 这个 你继承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继承 直接传 传递这个 参数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我必须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用settitle的方式 它有settitle的一个方法 那settitle的方法 实际上也是从frame继承的来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像刚刚一样 把这个字串呢 写在这里面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其他的话像那个setSize 还有这个backColor 都一模一样 还有这个setLocation 另外就add 这个一模一样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就把这个地方 加上什么extense的方式 试试看 试试看 把画面再切换给各位